今天是农历6月6日天旷日 相传是玉皇大帝放假的日子 提供贝亚会来到人间体察民情 在同一天也是虎爷圣诞 但在这一天 澎湖的民众信仰大多会与补运的习俗 以求个人或家人消灾解恶 一般补运通常在农历初一、十五 到各社里的庙宇来办理 此外各地区的时间不同 每年还会有一次选择在农历正月初期 或者是6月上旬 或是8月15日其中一天 扩大举行全家的补运习俗 在修盛多年停摆多时的马公城华庙补运 昨天重启补运大典 涌入的大批信徒 正副议长陈玉仁、兰凯元、秘书长蔡奇贤 议员许国阵、庄光大等人、文化局长洪栋林都到场 现场还有一位百岁人瑞庄宿静神秘嘉宾 共相顺与 现场在线 遇到colian著失望 千万千,-庄光大典 即典 頂天 金赳 看看紅衣 神恩 武师 連风银和 神功昭明 违望光头雨顺 渔农工杀百叶新农 爱远安然 大家健康 县镇永昌 全民普及运 合进皆平安 彭湖县县长陈光复 彭湖县议会议长陈宇仁 基重善信进口 原本彭湖的城隍庙 是设在文奥通判署的东边 称为文奥城隍庙 乾隆44年间 在马公另外建了一座城隍庙 称为武城隍庙 是现今马公城隍庙的前身 早年彭湖人认为 城隍爷是执掌横跨阴阳两界 因此扩大补运 这一天有许多人 选择到城隍庙进行 消灾补运 今年因为适逢我们城隍庙 整修大概两年多 第一次来完成 所以今年彭湖 一年度的半年开天门补运的渔市 也跟文化局一起来合办 希望各位信众都有参加 两位报名几乎都额满了 每个人就发一个行仪 让大家来祈求 未来的一年能够平安健康 我们身体健康最重要 看到大家都来很踊跃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希望 现在庙邦的历史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信众 平安健康 这样 谢谢大家 农历六月六日 俗称半年节 也是天旷节 在澎湖的传统习俗中 从五日的晚间到六日 民众会准备昂仪 奶鸡 农眼 昂仁或者是地主杯房等 前往住家附近的宫庙 进行补运 以祈求平安 事事顺利 其中马公城隍庙的庙里庙外 可见补运人潮是最为盛大 今天是城隍庙 开天门补好运 那我们今年呢 古迹妈公城隍庙 正好也修复后 整个庙帽藏皇 整个古迹的建筑呢 非常的庄严 所以我们今年跟妈公城隍庙 共同合办补好运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 这个保护文 是我们地方上 大家信用 一个重要的外团 那该主要是说利用 马兴 庄宫庙 我们城隍庙 零用佛 可以迫避我们 合并平安 大家加个保护 都健康 那我们希望说 后期这个保护文 大家有一个信念 大家放股口 赢好文 大家在下半年 都有一个 归房光明 健康平安的一个一年 早年澎湖人补运 通常会在天罡亮时来进行 信徒准备案衣 或者是定一组买房 上面放上若干未剥的手鸡蛋 连同香金指补运前 以及补运者的生成八字 到庙里去祭拜 祭拜结束 拿着红蛋 在神桌四角轻轻的敲破 将蛋壳剥掉之后 涂上少许的香灰 带回家 分享给家人吃 以祈求神明保佑 何家大小平安 记者 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化妓病